高雄民進黨要派誰啊 這個他們隨便派都贏嘛 那高雄民進黨要派誰 是不是又吵吵吵鬧 會不會派黃傑啊 我跟各位講喔 陳其邁派黃傑 我跟你講高雄人都會讓他上 行不行 這就是高雄人最可愛的地方 我跟各位保證 各位如果民進黨這一次派黃傑 你覺得他會不會當選高雄市長 你覺得會的打加一 不會的打減一 各位我們這個問題很有趣喔 如果民進黨高雄派黃傑 你覺得會選上市長的打加一 你覺得不會的打減一 我的天啊 陳寧派是台南啦 不要亂啦 欸我跟你講 會上耶 高雄人就是這麼可愛 派黃傑會讓他當市長喔 看當機也有咬沒有啦 派黃傑都會上 我跟你講 你不要開我玩笑 高雄人就是這麼屌 我真的太佩服這個縣市了 太佩服了 民進黨是高雄人的爸爸 真的啦高雄派黃傑都會上 你不要不要信 我給你保證好不好 就是這麼離譜 Heleny我們的老朋友 就是這高雄就是這麼離譜 絕對的錢 跟你保證一定上 Heleny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民進黨是高雄人的爸爸 太好笑了啦 不然因為高雄很妙啊 我知道這件事情真的會發生啊 不然你說高雄還是誰啊 高雄什麼委員啊 隨便啊 不然高雄其他委員都很無聊啊 但也是會上啦 所以我真的認真真心推薦 支持我的學妹 我的好朋友黃傑 哎黃傑比其他派系搶 你知道搶在哪裡嗎 他是賣戲 他是真正的賣萌 他是賣 哎而且他也很愛賣萌 他真正的賣萌他又愛賣萌 他是陳其邁的敵傳 陳其邁在高雄民調高人鬼一樣 各位你不要開玩笑 有夠強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黃傑不會上 黃傑會上好不好 他落跑他都會上 真的啦高雄你派黃傑一定上的啦 高雄要愛死黃傑了 黃傑是他們的神 真的啦好不好 啊這是第一件事情 好那高雄我們不理他了 台南呢 各位我跟你講喔 台南就有意思了 你不要覺得台南是鐵板一塊 陳廷飛跟林俊憲跟王定宇誰要出來當 陳廷飛跟林俊憲跟王定宇 各位你覺得台南市長 最後出來的結果我們現在來問喔 會是陳廷飛出來的打一 會是林俊憲出來的打二 會是王定宇出來的打三 陳廷飛一林俊憲二王定宇三 國民黨是謝榮介不用討論的 陳廷飛一林俊憲二王定宇三 來各位投票你覺得誰會出來 那誰會代表民進黨出來嘛 陳廷飛一林俊憲二王定宇三 哇你看各位天下大陸 大亂喔 有一有二 對不對 各位天下大亂喔 大家只是都認為沒有王定宇的份而已啦 哈哈哈哈 哎呦天下大亂喔 賴一定會搞是不是 廷飛民調搞 陳廷飛 哇有人認為陳廷飛民調比較高 有人認為賴清德一定會搞他 那我跟各位講嘛好不好 那這個就是結果啦 你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陳廷飛硬把自己搞成候選人 你覺得新潮流會挺他嗎 當初為什麼黃偉哲選的那麼難看 就新潮流搞他嘛 那你想想看喔 陳廷飛如果出來 新潮流會不會搞更兇 我跟你講搞不好搞死陳廷飛喔 就故意讓他落選 讓謝榮介當一屆 然後下一屆再拿回來 那我問你喔 如果是林靜憲出來的話 你覺得陳廷飛會扶他嗎 陳廷飛民調40幾% 林靜憲20幾% 陳廷飛一定搞他嘛 台南有這大問題嘛 你搞我搞你 各位你不要說台南是團結的 沒有台南很分裂 所以黃偉哲上次才選這麼難看 所以謝榮介有機會 你如果跟林靜憲一邊 割造會 你是有機會呢 榮介 對不對 合縱連橫嘛 若是鑽憲出來 林靜憲是不是跟陳廷飛 陳廷飛 割造會 好啦 我做一次啦 後一次換你啦 若是陳廷飛出來 我們林靜憲 可以讓我們鑽憲 跟我們陳廷飛 割造會好啦 後一次換你新潮流啦 這個很有意思 我跟你講台南很怪 所以台南高雄 台中啊來最後一個桃園 桃園是誰 張善政嘛 那民進黨要派誰啊 各位桃園民進黨現在你有人選 有想法打加1沒有打減1好不好 桃園民進黨你現在有想法打加1 沒有打減1啊 有嗎 現在你有想法打減1啊 桃園民進黨可以派誰 小字 還是蓬蓬 Nice蓬蓬 啊 我們蓬蓬英系的呢 沒有人啦 我們輸啊不用看啦 台北贏不了 桃園贏不了 台南 有機會輸高雄 應該會贏 絕對贏 台中一定輸 來各位最關鍵是什麼 決戰新北嘛 但是新北京有一個問題 李四川最強啊 李四川最強啊 那李四川跟黃國昌怎麼喬 我不知道 這個你們自己去喬 而且侯友宜是不是喜歡李四川 我也不知道 但是新北一定要拿下來嘛 但民進黨也有自己的問題啊 李四川的確他們現在說最強啦 但我跟他沒什麼淵源啦 我也不了解他啦 但黃國昌我是比較喜歡啦 但黃國昌會有他的問題嘛 那黃昌怎麼辦呢 民進黨可以派誰 高海你覺得新北市民進黨 會派蘇喬惠的打加1 你覺得會派林佑昌的打減1好不好 鄭文燦沒有啦 鄭文燦現在是四人房市長啦 他是四人房市長啦好不好 不要亂講 蘇喬惠加1林佑昌打減1 林佑昌喔 你們覺得都林佑昌喔 第一個啦 巧慧喔 我也很常遇到他啦 他人蠻親切的啦 但巧慧不夠強嘛 他沒穿他爸爸那樣強嘛 他爸爸強也輸嘛 因為他生什麼 殺真強的地鼠真強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Ks blow your care 先讓他擁有水潤 這個 你說 在那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